一名原本是月薪净万元的IT工程师 由于沉迷于赌博 在过去的两年的时间里边 不仅是变卖了名下的多套房产 还用了近50张的信用卡非法套现 近期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以信用卡诈骗罪 对该名犯罪嫌疑人提起了公诉 看守所里的陆某 一年前还是张江一大型企业的工程师 每月收入将近万元 而自从2011年迷上了赌博 他的人生便发生了改变 为了偿还赌债 抽击赌资 洛某变卖了名下的多套房产 还陆续开通了近50张信用卡 通过网络寻找他人的post机 帮他非法套现 截止到案发 他总共套现了18家银行 大概有接近50张信用卡 资金总共将近人民币315万多元 套现 本钱都拉回来 就把钱还清就算了 想不到可能会越浓越大 由于长期大量恶意透支信用卡 且数额特别巨大 等待陆某的将可能是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